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人員頭顧楊天迪 今天是11月9號禮拜五 那台股在今天是開低走低了 有一點下影線 但是看起來並不是很長 所以我們還是大跌了115點 台股為什麼會大跌 那理由只有一個 全治股全面動挫 你們可以看台積電跌了2.32個百分點 大立光跌了3.75個百分點 這是電子的全治股 那傳產的統一重挫3.8個百分點 1402的遠東興也跌掉了2.8 它是尾盤有點拉了 不然它跌了更多 跌了2.87 2.67個百分點 另外包含了台塑化 這些都佔全值 跌了2個百分點 然後1326的台化 也跌了2.2個百分點 這些佔全值的 不管你是台塑四保 統一 遠東興 中鋼等等 這些都是外資概念股嘛 對不對 就法人概念股 所以今天那個部分來看的話 似乎比較偏向是 法人站在調節的賣方 好 那現階段要怎麼看 我們先從大盤的結構來看 然後我們再看看後面該怎麼做 那我想台股的部分今天開低之後在哪裡 這低點的位置在9798點 然後做了一點小下影線 收在9830 這個9798大概32點的一個下影線 好 那這個地方就很重要了 重要是在這條咖啡色的線 很多人會跟你討論這條月線有沒有 月線也很重要了 但最重要是這條咖啡色的線 這條咖啡色的線叫什麼 叫時日均線 如果我的反彈的結構 這一波上來叫做反彈嘛 我們這一波上來叫做反彈 如果我的反彈結構要持續進行的話 那個時日線就不能跌破 如果跌破就比較不利 跌破比較不利 那所以今天呢 算是守住時日線 所以下禮拜我的判斷應該會先往上找 好 今天算是價跌量縮 這價跌量縮 有沒有注意到那個成交量縮下來 好 討論一下價跌量縮吧 價跌量縮 有人看好有人看壞嘛 其實我跟各位報告一件事情 什麼價跌量縮並不是全然好 好 那譬如說 現在的股價趨勢是在往下的 如果是在往下的 那個價跌量縮叫做續跌 那是因為什麼 因為沒有買盤進來承接 那個價跌量縮叫續跌 我再講一次 價跌量縮 你要看它發生的位置在哪裡 如果發生的一個趨勢是往下的趨勢 就是這個指數或股價一直往下跌 那價跌量縮會叫做續跌 如果價跌量縮是在一個漲勢的拉回回檔 如果是一個漲勢的回檔 那個價跌量縮代表籌碼安定 好 你先有這個觀念之後 我們再來探討現在的大盤 所以我們現在看起來似乎比較偏向 在短期間來講我們是先談嘛 所以這是一個多方的訊息 有沒有 是一個比較小短多的一個概念 所以它的價跌量縮代表籌碼安定 好 如果它是籌碼安定 下禮拜就會往上漲 這是我剛剛判斷的 下禮拜會先往上漲再說 好 原因在這邊 當然這是一個研判的準則啦 所以如果下禮拜是往上漲 也就代表這是一個多方的訊號 這個多方多頭的訊息出來之後 它會形成一個終極反彈嘛 上漲是上漢季線 好 就加權指數來講是上漢季線 所以季線為什麼會是一個比較大的反壓 一般一個反彈的結構當中 大概重要的關鍵在哪裡 就反彈的初期 小反彈是碰到月線結束 如果你是一個比較大級數的反彈 你會碰到季線才會結束 好 如果是一個碰到季線 也就是說不管它後面股價會怎麼走 你碰到季線 如果股價已經來到季線 我們通常是建議站在賣方嘛 所以你回頭看一下 昨天我賣掉了環球金 我賣在309塊 為什麼賣它 為什麼 從200塊漲到313塊 它的漲幅已經高達56% 然後漲上來之後碰到季線 理論上不會馬上過去啊 對吧 所以我們在昨天的309就在那賣方 好 但是我認為環球金 矽晶圓是整個貫穿未來 明年啦 貫穿明年的主軸 我強調一點我的主軸在矽晶圓 也就是說矽晶圓 我只是為了 因為它碰到季線的反壓 我短賣一趟而已 好 短賣而已 我並沒有看壞 並沒有看壞 昨天很多貨員在問 說賣掉環球金賣掉309賣環球金 然後123賣台勝科 你是不是看壞 我說我沒有看壞 我只是尊重它的一個 這個技術面的反壓 我先佔到賣方只是這樣而已 所以昨天賣 今天早盤擊殺下來 我台勝科也接回 環球金也接回 因為我沒有看壞 好 但是將來的部分 有沒有可能在來到這個位置之後 形成一個平台整理是有可能的 好 是有可能 那如果是形成平台整理 叫右肩平台 V型反轉的右肩平台 如果它不走平台整理 是往上突破的話那更強 我也擔心它了 因為它並沒有來到平台低點 今天的環球金 並沒有來到平台低點 但是我發現到它的買力是非常強的 所以我就接回來了 在早盤擊殺下來的時候我就開始接 我就開始接嘛 這就是一個概念上的東西了 雖然它沒有尾盤沒有拉得很高 但至少我們接進去 基本上我們是做價差嘛 好 譬如說我309賣 我290接回 那我做了19塊的價差 好 這是一個概念 所以同樣的3532的台勝科也是一樣 我昨天123賣 112接回 就是11塊的價差 把這個價差做起來 因為我基本上現階段來看 我為什麼跟各位談這個東西 因為矽晶圓 你目前最確認的產業透明度最高的 叫做半導體矽晶圓 我都可以告訴你明年它還會漲價 明年後年的漲價都是確定的 明年2019年後年2020年漲價都是確定的 2021年 甚至2021年到2025年 這個合約價都還在調漲 所以你知道一個關鍵就是說 半導體矽晶圓目前的產業透明度 在所有的族群當中是最高的 好 這就是這一波的反彈主線 主軸不是在被動原件 這一波反彈的最佳男主角 不是在被動原件 你看國際就很清楚了 對吧 國際有彈一小坡 有沒有 這一小坡彈上來之後 馬上被月線蓋住 這條線是月線嘛 有沒有 這灰色線是月線 這叫小反彈 被月線馬上就打回來啊 它的低點在298 然後前天的低點就剛好在300 301吧 我看一下 300 301 301 301跟298只差3塊錢 1%而已 換句話說這一波的國際衝上去壓回來 回到低點位置只差1% 所以最佳男主角絕對不是在被動原件 華興科漲多一點而已 可是矽晶圓你看 環球晶從200漲到313 漲了56% 好 這就是一個關鍵 你一定要了解到那個觀念 原因在哪裡 原因在於被動原件的明年 就明年的被動原件 那基本上可能報價 第一個就算沒有跌價 它的漲價的幅度都不是很大 所以被動原件現在在幹嘛 那是因為它今年漲了 它這個賺的錢很多 因為它報價上揚賺錢很多 所以它的北易比很低 就這樣而已 如果你看明年的獲利 今年的獲利會比明年好 這是被動原件的部分 因為明年的被動原件不見得會漲價 好 回過頭來 大盤的結構我剛才談到 我說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十日線 十日線如果守住的話 我們可以很顯然的知道 我們的反彈是沒有結束的 如果十日線是跌破了 很多人說跌破沒有關係 來測第二隻腳 我跟各位報告沒有什麼第二隻腳 哪有第二隻腳是這樣做的 第二隻腳是彈上去就壓回來 做第二隻腳再往上走 邏輯是這樣 你現在已經來到了一個平 就是在已經來到一個相對的高點位置 你如果還會被壓回 那基本上就探底了 我不知道會不會 原因就是全資股的部分 它到底是弱還是不要這麼弱 因為今天是全資股在壓 好 但不管如何 就算它再來回來撤底 大盤 我講大盤 有沒有很多周小新股其實都殺翻天了 對吧 環球金的最高點642 最低點200塊半 那個都已經剩下三分之一不到 跌幅都非常大 那國際更厲害 國際最高1310 最低是298 跌掉了1000塊 你說 就算明年 我這樣講 就算明年還沒有息息沒有漲價 那你現在股價在跌升之後 會不會做一個反彈 只是反彈的大小而已 我認為矽晶圓的即使只是反彈 它的幅度會比較大 甚至有可能 我認為有可能回升 這是一個 因為我是從產業面看 但被動運件不可能回升 也就是 矽晶圓有可能在挑戰前高 或者接近前高 但是被動運件不可能回到 譬如說國際不可能回到1000塊以上 不可能 因為明年的報價沒有再漲 好 這就是產業趨勢的脈動 產業趨勢的脈動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我覺得台股的部分來看 今天為什麼那麼弱 台股今天為什麼那麼弱 我們比亞股來的更弱 你看亞洲股市就知道 首爾只跌了多少 0.3 那我們今天是跌掉1.1 南韓只跌0.3 為什麼台股會跌1.1 原因有一個 我們有多了一個原因 叫做央行的理監事會 透露出可能升息的一個消息 好 本來就這樣 因為美國一直在升息 FED在升息 12月就是這個年底的時候 還要再升息一次 FED的升息 台灣不可能永遠不動 你不可能永遠動漲那個利率 所以已經開始有人提出 這個在理監事會裡面 已經不再是一次性的不升息 而是有人提出要升息的動作 所以造成股價的殺下來 升息會不會恐慌 很多人聽到升息兩個字就開始恐慌 好 開始恐慌 好 那我想沒有必要了 我講給各位聽就知道沒有必要 為什麼 因為升息代表什麼收縮資金 對 沒有錯 我們就經濟學的理論來看 升息的動作出來之後 假設真的升息了 他會收縮一些資金 他會讓資金流回到銀行體系 所以可能從股市會抽離一些資金流進去 對吧 這是升息的產生的影響 叫收縮資金的效果 那我問你 現在台灣的定存 只有1.5% 好的 1%多一點 今天我央行升息一碼 一碼叫0.25 那假設1.5加0.25多少 1.75 好的 1.75 你會不會從股市把資金收回去 放到銀行的定存 不會嗎 你什麼時候才會 如果有5% 如果現在的台灣的利率 這個銀行的利率有5%以上 我相信你會 如果這一點多% 你覺得一點多% 一年我講的是一年 我只要做對股票 我那一點多%馬上就撞回來 你當衝都比較多 你只要做對了 是不是 所以你擔心那個升息幹嘛 這個問題就很妙 這個當你想通了你就很妙 其實這種東西 包括FED升息 不是只有今年升息 他已經升息兩年了 兩年前就開始升息 那為什麼美國50不崩盤 每次提到升息就很多人說要崩盤 為什麼不崩盤 很簡單啊 現在FED的利率多少 2%到2.25 2到2.25 我年底在升息 這個E碼0.25 E碼叫0.25 那也就是我的FED的利率會來到哪裡 會來到2.25到2.5 我們用比較高的2.5來計算 2.5 你覺得會收縮多少資金回去 這是美國 台灣 連2%都不到 你覺得會收縮多少資金回去 所以根本不是收縮資金的問題 好不好 我想這個一定要了解到 我覺得是信心的問題 市場信心的問題 很簡單 我舉個例子 我問你嘛 華新科現在應該每個人都有了 我沒有啊 我背容已經不碰了 但我問各位一件事情 華新科10月份單月賺了4塊8 一個月賺4塊8 是不是很會賺錢 很會賺啊 那前10個月 就是從今年從1月份到10月份 他總共賺了35塊3 很會賺好不好 很會賺啊 這個因為環球金的前三屆只賺22塊多 而華新科 這個前10個月已經賺了35塊3 那為什麼 為什麼股價那麼難往上漲 你覺得原因在哪裡 不是他的獲利嘛 他獲利很好嘛 是大家信心不夠 信心不夠就每天就進來衝啊殺啊 明明是一檔很賺錢的公司 你還是進來買進去 然後不願意流倉 所以造成他的成交量非常大 今天成交量是5萬7千多張 昨天是歷史天亮 將近6萬張 今天呢5萬7千張 還是歷史高量的位置嘛 所以當你發現到明明一掌很好的公司 他竟然是出現了連續三天的一個大量 都在5萬張以上 說明什麼 說明市場的信心不夠 因為他當沖率都有7成以上 其實是信心的問題 好公司不漲的原因是因為信心的問題 所以我剛才在講 我說這種大量滾動啊 就算它再好 你衝上去賣壓又會出來 所以被動元件我們要做什麼 讓它去做沉澱 你既然這麼好 一定要有人把股票買進去之後 收到保險櫃裡 而不是在拿市場在滾動 對吧 這才會形成股價進入沉澱打底之後 後面的爆發性反彈才會上來 所以我想比較重要的關鍵在這邊 就好像我一直跟各位談 我剛才談到我們的主線會放在什麼 放在這個矽晶園 是因為產業趨勢 就好像我之前在大盤在落底的過程當中 我跟各位談過我做了一些短空 對不對 我當時空了一檔個股 我記不記得 空了晶電 我空在28.3塊 有會員就來問老師 那個股價已經跌那麼多了 只剩下這個不到30塊了 你為什麼要空它 你先看一下 今天收盤只有24.6塊 我空那已經補掉了 因為我開始翻多 我再選投信任陽股 那基本上我要跟各位報告 不是它跌多少的問題 而是這個產業出現了問題 LED這個產業 它的產品報價下滑 太陽能這個產業 它的產品報價會下滑 即使它的短期間的反彈 後面都會破底 對吧 今天是在破底的 看到沒有 今天是在破底的 有沒有 我空在這一天 然後那股價一直往下掉 一直往下掉 這是產業趨勢的問題 LED的產業已經不具競爭力 太陽能的產業是一樣 但是反推回來 現在產品報價還能夠往上漲的角 叫什麼 矽晶圓 所以你就知道 為什麼昨天賣掉這個環球晶 這個309賣環球晶 290今天要把它接緩 為什麼我123賣台勝科 今天122要把它接緩 原因就在這邊呢 因為它的趨勢是向上 我做的只是短線 當你想明白這個道理之後 很多事情就迎刃而解 好 很多事情就迎刃而解 所以我想 因為時間我講太久 那我要跟各位報告就是 下週我會做的動作 投信任養是重要的 我先帶你看一張股票 智翼 我帶你看一下 你就知道什麼叫投信任養 好 我讓開一點 有沒有看到 底下是投信的買賣 投信的買賣 投信在買 有沒有 智翼的股價是往上跑 這是投信在買 智翼的股價往上跑 最近投信會開始找一些好股票 這個它因為營收動能不錯了 最近投信會找這一類的股票 開始做佈局 拼的是年底的作賬 好 年底的作賬 所以11月底之前 我們佈局的全部都要投信任養股 好 我要在這個角度上面 去找它的機會 但不是所有的投信任養股票 都會漲喔 產業趨勢很重要 你不要買到產業趨勢往下掉的 你不要買到產業趨勢往下掉 像2313的華通今天破底的 有沒有 它股價在往下破底 產業趨勢是很重要的 這一部分我會幫各位來選 我會幫各位來選 好 除了這個之外 除了投信任養 貫穿主軸在矽晶圓之外 矽晶圓明年會貫穿整個年度 你都會聽到矽晶圓 反正你會聽到 我現在目前在佈局的叫環球晶圓跟台聖科 昨天賣今天賣 所以未來看好什麼 還看好從谷底翻揚的叫光通訊 叫最壞狀況過去了 好 光通訊裡面也涵蓋了PA 也涵蓋了PA 另外一個部分叫5G 好 5G 還有一個東西叫自動化 電動車的部分 我比較偏向沒有那麼大的佈局動作 因為他們股價好像沒有什麼連動性 所以暫時我電動車我就擺開一邊 我再講一次 我會下禮拜我要開始做一些比較 除了投信任養的標的之外 我會看什麼 我會看光通訊 谷底已過 5G的概念 然後還有一個東西叫做莫斯菲 對吧 我再講一次 莫斯菲 我還沒進來 你看當時我做傑利的時候是84塊 84塊買傑利 以後來股價噴出去到170 好 那當時我跟妳講過超漲超漲超超漲 好 那後來現在又跌回來 又跌回來 好 但因為是大盤的原因 但是就這個產業而言 就是莫斯菲功率元件這個產業而言 其實他們還是一樣 這個目前得知的狀況 就是產業面還是非常好 所以除了矽晶元之外 莫斯菲會是我下一個階段 可以佈局的一個狀況 好 那我想先從投心燃養開始 然後再找其他的一個族群 如果產業趨勢是轉好的 或谷底過去了 那就會是我們選擇的一個方向 那也歡迎各位能夠跟上我們 重新佈局的腳步 很多人會在問我說 為什麼6153加零也會這樣跌 我給你一個觀念好不好 平概股啊 蘋果供應鏈 它每年的 它每年的一個循環就是5月買9月賣 好 不要去相信郭明錡跟你講 10月份平概會再來一段 你相信了就討好 好 那目前來看似乎沒有 那為什麼佳麟會掉下來 是因為現在又傳出一個消息 郭明錡講的 又是他講的 之前把佳麟一捧上天 現在他告訴你可能 天線軟板 因為LCP嘛 佳麟用的是LCP 天線軟板的部分 在明年會被MPI取代 MPI叫做PI模組 所以你看到誰在漲底板 我發現郭明錡是在炒股票的 好 不管如何PI模 這個是拘留亞安博模 但基本上我們要討論的關鍵點是 蘋果供應鏈 今天所出現的利空叫做什麼 砍單5成有沒有 從前幾天我聽到砍單2成 今天變成聽到砍單5成 我說你一碼幫幫忙 你說砍單5成就5成 我跟你講現在外資報告都不能聽了 砍單5成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認為已經利空進出 不是出境 利空進出 所有利空已經全部拱向了 被動那個蘋果派 那蘋果供應鏈應該要慢慢沉底了 好 等他沉底完再說 那什麼時候要買 有人說沉底完就可以買 不對 還是明年5月份 不過沉底完之後可以做個短線 所以到時候我再帶你來做 那基本上那就是目前我們鎖定的方向 下禮拜現階段鎖定主軸是在西晶園 然後第二個部分 莫是非我會開始考慮 然後包含了第三個叫做光通訊 然後5G的概念 還有一個投信任養股 現階收看 每天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 本公司已望著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至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